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5月21日 这是今天第三场读报点评节目 我也把它称为是瞎议论 那么首先来看看蔡英文 这个《玫瑰之音》报道的 蔡英文发表最后一次就职周年演讲 强调战争不是选项 你看民主的就是好 是吧 你不论干的怎么样 好还是坏 老百姓自有评价 到点就要下车了 不像习近平永远干下去 把中国搞到今天这个程度 如果他在二十大 把权力给胡春华 不会是今天 如果给望远更好 本人认为他这是做死 你看在西安 你别看他瞎忽悠 他瞎得瑟的日子就不多了 我们来看看 也认为台湾蔡英文 中共官媒今天不是讲 民进党多么不好 多么不堪 我不做全民的评价 因为我们去过台湾 也不了解 本人既不是民主党的 什么民进党的什么粉丝 也不是国民党的粉丝 无党无派的 咱们从第三者 冷眼看的事 我觉得在台湾总统当中 就是蔡英文了不得 我亲眼看到他和韩国瑜选举的总过程 整个过程 演讲内容都仔细看了 这绝对不是白给这女性 一个非凡接触的女性 台湾总统蔡英文 说周六 5月20号承诺 尽管中国方面不断向台湾施加军事压力 台湾两岸关系高度紧张 但台湾将继续努力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 你看他根本没讲没搞台独 你看中共官民说的搞台独 没有 说蔡英文就职七周年的记者会发表讲话 他已经七年了 干了七年了 这是他任期最后一次发表520就职中年演讲 他表示台湾不会挑衅 也不会屈服于中国的压力 给大家看看 这位总是不温不火的 淡定从容的 给人感觉是像乖乖女的 像一个领导人 台湾领导人 你看这篇文章讲 他说蔡英文讲 在他认知期间 台湾人向世界展示出台湾自我防御的决心 随没有像他这次防御决心大的力度 随没有像他这么大 对吧 他说蔡英文在2016年当选台湾总统 又在2020竞选成功了 开始他第二个总统任期 北京对这位来自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 胜选担任总统感到非常的失望和愤怒 说在蔡英文任职期间 两岸关系严重的恶化 北京切断了大陆与台湾在国民党执政期间建立起的高层联系渠道 逐步加强了对台湾的经济和军事压力 这个在我看来 他比国民党做的好多了 国民党勾兑太厉害了 因为国民党那些 有一些做生意在大陆 都已经干了几十年了 情况都非常复杂 有一些都称了卖台贼了 我倒不是说所有都卖台贼 很多都属于内应 为了物质利益而牺牲原则 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断在台岛周边举行军事演习 解放军的战机和军舰频繁越了台海中线 对台湾进行挑衅 台海局势出现前所未有的紧张态势 这个美国自己描述了一些眼下的形势 他说面对北京压力 蔡英文坚持维护台湾的自由民主 制度并积极发展与西方民主国家的联系 尤其是在最近两年 外国议会政要争相访问台湾 出现了过去数十年间从未有过的热络景象 这个随所看的眼里 从川普那些政府开始 一看川普也有关系 因为蓬佩奥他们做了些工作 放开了一些规定 现在的议员到那个地方去分治他来 全世界各地都去 这真是得不顾必有力 确实热闹 过去哪有这个情况 没有 所以你由此指责蔡英文 这个没有道理 而且尤其是他在治理新冠方面 那是众人所谓的 绝对了不得 北京一直声称 台湾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统一台湾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容易外国干涉 但是在蔡英文任内特别的后期 台湾得到了国际社会 越来越多的 越来越大的同情和知识 美国和欧洲等其他几乎所有民主国家 对台湾的地位价值更多的了解了 因为台湾这个事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 它是历史遗留问题 你看中国古代那些帝王帝国 那些有些小的国家 由于种种原因 率亡以后 都有的时候留个小朝廷 中华民国那就是历史上形成了 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个人争权 两个老大打到最后 最后中华民国还存在 中华民国现在虽然小 但是武装俱全什么都有 所以给我的感觉 美国是成了一个中国 但是由这个态度现在开始转变了 准备力挺这个中华民国 让他领钱来统一中国 那还是一个中国呀 是不是啊 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中国 是不是啊 政党轮替中国不更好吗 现在习近平这个政权为什么这么腐败 现在中国老百姓天动人员 发生这么多的事 这个大流行疾病 蔓延全世界 那不都是用独裁统治造成的吗 专制统治造成的 不允许老百姓讲话 如果当时你说李文亮讲的话 那媒体应该赶快报道是吧 尽快的就是把这个新冠制给这个势头压下去啊 及时治理早就解决了 17年前人家胡门时代不是相对还做得很好吗 习近平不停 是不是 满足他的这种狂妄的这个虚荣心啊 在我的统治下不能有这个负面报道 抓 造谣 给这李文亮整个造谣分子啊 责任就在习近平 你现在回想他干了这十年份 哪条责任不在他 就在他 而恰恰他现在因为控制军队啊 搞出个铁哥们 张偶霞支持他 一直到现在这么把这权力不放啊 整天在这个 这个祸害中国的老百姓啊 你看这一次 就经济到这种程度 他又大撒逼261啊 那不就做事吗 整个和俄罗斯就捆绑到一起了 他以为这个和这个哈萨克斯坦这些国家围绕着他 然后就可以和美国抗衡 我认为实在是力不从心啊 一直暗存蛋创始的 我真的 接下来你们就会看到 自由世界是怎样玩的 你知道玩到最后很惨 我跟你讲啊 你们会看到 所以将来有希望才是中华民国 本人认为啊 说北京的一直声称是属于他的 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不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啊 大家都知道这个共产共产党是窃取了 这个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权利啊 是吧 如果没有中共这个搞这套东西的话 你想中国现在是已经是非常好的 既有民主法治 又是老百姓要有公平正义的一个社会了 是吧 你看孙东三建立中华民国多好啊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历史 辛亥革命啊等等啊 这个他只能忽悠那些这个无知的人 他为什么就是搞这套东西 就靠得靠什么 靠老百姓的无知 愚昧 洗脑 祝魂 那么这篇文章讲说台湾问题啊 不只是中国内政啊 更是一个国际问题啊 你研究历史 就是的确是个国际问题啊 是全球问题 这种观点正在被越来越多国家认知和接受啊 它在世界民主国家中几乎是成为一种共识 其实在现在的地球村呢 任何一个国家小事都是全世界的大事啊 地球村的嘛 对不对 没有什么距离啊 远在千里之外也近在咫尺啊 特别是互联网时代 你还想说 就是你这家自家事别人不管的 你现在比如说你家小孩挑逼老蛋 不听话 你打小孩 你试试看 竹林又说拿不拿棍棒揍你 对不对 都来围剿你 他是有功德的 人家有道理的 说他讲了习近平讲这套东西 根本行不通啊 就超傻 你就想一下 怎么会是台湾自己的问题 一定是世界的问题 所有国家都有利益在里边 才出现现在的局面啊 所以呢 这个现在的形势发展 我认为对自由世界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啊 说蔡英文在讲话中 没有触及敏感的九二共识啊 也没有提到过去经常使用两岸互不隶属的说法 只是强调台湾 致力维护现状 和平是两岸 位移选项 我觉得他做的是很好的啊 他现在很清楚啊 还用讲吗 人家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实体 你一定脑不扰 人家有自己有军队 自己法治 人家媒体可以随便报道 你习近平的媒体可以报道 随便报道 共产党的负面吗 你就这一条都不如台湾 整开吓呼就啥 是不是啊 共产党在乎的不是统一问题啊 共产党在乎的是什么 是统治 它不是统一 对不对 你要真正统一的话 怎么可能对海赛维 人家港口给你开放 就乐成这个傻样 你本来就属于中国 你本是打一仗 打俄罗斯打败了 拿回来 你就名人言顺了 对不对 你还想套人地沟子 捡回来 人给你港口向你开放 就乐傻到这个程度 那不就是愚蠢造成的 你稍微学的历史不懂啊 问题梁家河书记 他根本不懂历史 他啥也不知道 是不是 敌人一捧 哎呀 海赛维再拿回来了 打败了以后 他现在就属于咱的傅庸了 那么容易就 他就当你傅庸 傅庸了 谁傅庸谁 是不是 人家的傅庸 也是乌克兰傅庸 乌克兰要打败他 就乌克兰的 属于乌克兰的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一看就幼稚可笑 一看没有文化的人 他就这样想些问题 特别虚幻 是不是 咱们不管怎么样 我也属于这个年代 就他和他也是同届的 就属于文盲的那个年代 我最近大学读书 是挺认真的 我每天什么活动都不参加 就是看书 所以咱同学对我可以有意见了 书从 书呆子 不关心政治 不参加记忆体活动 对我老大意见了 20直到从监狱放出 开同学会 我207年去本习 看同学 同学们认为我 这个不关心政治 这种人物怎么还能被判刑 就有意思 是吧 这当然我扯远了 我要讲蔡英文 我仔细观察她了 我觉得她做的是很不错的 真的 就了不起 一个女人因为结婚 你想全部精力投入这个工作 干到精力的程度 那确实厉害 你想人家也不用贪污受惠 他爸爸就是大老板 是吧 汽车修飞厂 据说蔡英文会开 汽车开的相当好 到八了 汽车修飞厂 你想想 这篇文章讲说 蔡英文讲 台湾虽然身处风险当中 绝对不是风险制造者 确实 说我们是负责任的风险管控者 台湾会跟全球的民主国家 和社群站在一起 共同合作 化解风险 七国集团广岛峰会 东道主首相 岸田文雄周吴表示 七国领导人都同意 将共同努力 寻求台湾问题得以和平解决 蔡英文还有一点特长 胜过以前所有的台湾领导人 就是什么呢 他接见了海外的民运人士 非常重要的 我给你讲 共产垮台以后 他必须和魏京生等海外民运人士 合作 才能办成大事 我跟你讲 真的 这一天 给我的感觉 似乎来到了 这是一篇文章 那我们再看另一篇文章 中国现在这个西云这个脑袋就是反制 做啥事都是反过来道 道是做 是吧 这是什么懒惰 又挺这个霸道 又是就是这个 可以这样讲吧 就特别的这个 报复性特别强 心胸特别狭窄 你看这个中美贸易战刚开始不就是吗 我以前多次讲到 那个老川普他不是一个 他是政治素人 他没当过官 他上来以后一看 中共国发展这么快 咱帮助他 他怎么不帮咱们呢 绝对不心理不平衡 他随提高关税 这很简单 你把贸易多买商品不就完了 不搞一带一路 钱给美国就行了呗 他不反制 一直到今天 中美经济 中美的关系崩盘了 现在还在学上加速 你看今天疯狂网 第一条 日前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 依法对美光公司 在华销售产品进行网络安全审查 审查发现 美光公司产品存在了较为严重的网络安全隐患 对我国关键基础信息设施供应链造成重大的安全风险 影响我国国家安全 为此 网络安全检查办公室 依法作出 不欲通过网络安全审查的结论 就是反制美光公司了 所以影响我国家安全 按照网络安全法等法规 我国国内关键基础设施的运营者 这次讲到了打不过美国 因为美国已经前段时间有点怕是因为什么 就是他的高超音速武器 现在终于明白了 所以在整个局势变了 是不是 那么我们来看看泽灵斯基 最猛是任泽灵斯基 从来不讲大话 他大事做事 大家想想 一年以前是什么情况 是吧 我这自媒体一直在伴随这件事 你就想想任泽灵斯基 在最早的时候 拿着手机 告诉全世界老百姓 就是告诉西方这些七大公共 因为要帮我 帮我们 你不帮我们 马上就要见不到我们 你看是不是 大家回想回想 当时那个形势 你看现在的形势 所以泽灵斯基了不起 泽灵斯基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人物 我站在 你看泽灵斯基在广岛法起的外交公司 这是法国安全文章 他说泽灵斯基总统 周六抵达了日本出席七国集团峰会 正是七国元首决定强化对俄罗斯制裁 减轻中国风险的重要时刻 给大家看看这一张图 这是历史经的画面 我们讲 商量是什么 商量是战户物的重建 隔地赔款 围堵中共 算中共玩习近平 其实我跟你讲吧 就自由世界和专制世界大决战 下一步这期怎么走 说习近平竟然一头拱进了 俄罗斯的怀抱了 又派陈文青去了 两国这么司法合作 你合作就能抵挡住 你就能抵挡住 难民朝 那跑的人 那个什么 走线 你能抓着人家 那多少我跟你讲 是不是啊 不行了 要蹦盘了啊 说资人司机下车一时 便于出席峰会的七国领袖 一起邀请与会的大国领袖会面了 这真是麻不停蹄啊 这个经济真崇佩啊 日夜兼诚啊 奔铺的旅途自杀 永远穿这么一件衣服啊 绝对不具理性 你看到这场合 哪有不穿西装 他就这样 美国的国会 也得给他敞开 敞开大门 演讲的也是这样 英国也是一样啊 这也是绝对是一个啊 这个非常紧见的啊 英雄人物 这真是江山带有财人处 各领风骚数百年啊 你看讲的样子是 哎 过去都是个跑 跑套的这个小丑 是个小演员 是吧 人不在你什么职业啊 你不经历大时间啊 看不透一个人的能力 真的 你别看表面下火 一打起仗 你看习近平的表现吧 我预测他 一打起来 首先跑往西安 就四川先藏起来 然后再往跑 然后就跑出去了 这是他命大 如果跑出 跑不出去就完了啊 说泽林斯基 这个对日本 突如其来的来访 是自俄罗斯 群武以来啊 这位艰难时刻 率领全国人民 奋勇抗俄的乌克兰总统 最远的一次访问 你看人家访问 人家从来不讲 两个确立 两个核心 也不讲什么 在以这个 泽林斯基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你随着 他身边 为什么 做到了 是不是 那习近平 疫情也来临了 小组长不要了 哎 克强 你干吧 我这身体不太好 你干吧 给人家 又后悔了 我亲自指挥 亲自领导 是不是 完了 孙孙儿 村节都不回 去得了成国 最后他是亲自指挥 亲自领导 你就想在这一个城市 不是我埋得他 咱们是亲眼看着 这重大历史事件 得出的结论 事求是 对不对 说泽林斯基 乘坐法国专机 抵达以后 我双方就会晤就开始了 他和英国首相苏马克 意大利总理 梅罗尼亚 印度总理莫迪 德国总理苏尔茨等 接连不断 一个接连一个 你看 尤其他和这个印尼 印度的 莫迪的 教皇 这个 这个泽林斯基 西里后有 还假装 宽容他 包容他 因为这个 这个说西里话 你大国的 这个领导人就是这样 你别看 他因为乌克兰小 人家很大气 是不是 会处理这件事情 说泽林斯基 与法国总统 马克龙举行会谈 他知道 马克龙是一个 两边通吃 他还会好好 谈一谈 为泽林斯基 会晤巴西和印度 等主要新型 大国领导人 川阵野线的 马克龙总统 对密提说 泽林斯基 出席 G7分会 对乌克兰 可能是一个 扭转局势的 重大机会 他不得不承认 拿向习近平 借了特鲁都 我就为这一句话 马上翻脸了 那个嘴脸 马上堵了下去 然后还 还这个威胁 这个特鲁都 你得要忘了 那是一个国家呀 这是开玩笑的 当年中文来 怎么讲的 国家无论大小 外交没有小事 就习近平在这个 通脑特别简单 完全是 黑社会老大 这个作风 你就想想 他对特鲁都 讲这番话 你特鲁都多反 是不是 你看他对特鲁都 怎么讲 那就不好说了 这个意思好像 你要是表现不好 咱们就要揍你 你能揍过加拿大 加拿大的地域 多宽广啊 我说心里话 别看没有核弹 众生最深的就在这 最重是加拿大 是不是 而且你看加拿大 我来这么多年 我才知道 最富有的国家 怎么富有 资源都在下边保护着 你看那树林 你看那土地 你看那人脸上 灿烂的笑容 人和人之间 和谐的关系 关系都像亲子们一样 你看这里面包 牛奶 水 这就是不弱摧 全世界最好的国家 真的 你在这里 只要你努力 人人都有自由 只有你努力 就有繁殖 是不是 你中国现在什么情况 两极法非常厉害 社会矛盾非常艰队 革命每天都在进行 是吧 火山口上 你看习近平 哪一天都好心情 是吧 整天抓人 抓抓骗 抓杀 就整天这套东西 你看加拿大哪有 是不是 这是国泰民安 真的 路无谁言的承认 是不是 我们来看看这个文章 他怎么讲的 他说一些新型大国 和俄罗斯 藕断四连 泽林斯基 希望这些国家 就是理解乌克兰的处境 印度总统莫迪 向泽林斯基保证了 说印度将竭尽所能化解 俄乌冲突 你看他从参观下这个会议 使莫迪态度转叠 莫迪就不好意思了 因为老上占便宜买 已经俄罗斯的天然气石油 趁机便宜买了 习近平也是 是吧 所以人不做这种事 这一次这个 敲打敲打他 他对资林斯基和他的人民的痛苦感同 深受 我说法国外交渠道的消息讲 巴西总统路拉也渴望与资林斯基会晤 就路拉这样丢人 刚去给习近平拍马匹拿人的钱 说现在也来了 来以后也那资林斯基见得到不好意思 别不好意思 你只要改正就好 资林斯基心怀宽 你看那个卢拉这会很狼狈很尴尬 说是 资林斯基还想同美国总统拜登 日本首席安天文学会谈 白宫官员讲 拜登极不可耐地要和资林斯基会面 向其重新重申美国坚定支持武汉的决心 拒之两人会晤安排在星天中午 也就是最高兴是拜登了 因为拜登是这场文武战争最大的赢家 你想一美国不出一边一边就出了脑子 传说出信息出武器 人就把俄罗斯看败了 是吧 你就想想这个确实这个拜登这个人不是我我我我吹捧的 这拜登了不起 觉得是绝对是大政治家 你看这个玩儿的时候运筹威武之间 决心千里之外啊 你看这个俄国战争打的都有节奏一步一步 今天才承诺什么给你武器 但是不供你本土 为什么 还有现在还要哄一哄这个俄罗斯 哄哄西级平 不到时候 我跟你讲 他的一步步来 他是对的啊 我跟你讲 一步步往前推进 然后最后要灭他 这百分之百成功才灭他 我跟你讲 老美实在是玩得太高了 真的 你得承认啊 玩得大价赢价是美国啊 所以当然了 他这次见到这个乌克兰的总统 这里是很高兴啊 这些旧的库底全推销出去了 新的武器试验已经看出了 优胜了 是吧 进一步发展有的数据了 这战场上看出来 你怎么不高兴啊 你想就把俄罗斯打败了 是吧 你现在俄罗斯普京啥样 普京兽一开始动不动就喝威胁 你看他为什么不喝威胁了 金山胖也不高了 为啥 没有市场啊 一看就是你这么个东西啊 我家有大砍刀砍底啊 你就想 这砍刀是什么砍刀 像金边的啊 哎呀 咋被惹他啊 他这么多年有大砍刀 就琢磨着砍刀到底什么 到底什么 就一看 我的天啊 就是一个菜刀 早就有了 是不是啊 所以你终于看透你这个 这个 这个虚弱的本质 然后人们才开始下一个动作啊 所以美国的军方早就讲了嘛 要打仗一定是百分之百 胜利才打呀 这就你就解读了 为什么在阿拉斯加 这个布林肯 卧波囊囊 叫这个杨洁篪 整个小紫条 好得训呢 回去后 习近平高兴回来 你看 我给你写个稿怎么样 再去美国 这大的头了吗 中国崛起了 所以从那时候 习近平开始讲了 东城西巷 平死世界 啊 又是什么 这个这个 鸟侃世界 不是平死世界 鸟侃世界啊 石和石都在我们一边 你看现在讲嘛 石在哪里 石在哪里 绝对厉害 如果布林肯 那时候要是火了的话 和这个杨洁篪顶起来 中美翻脸的话 那那个时候 中共如果开打的话 和罗斯联盟啊 就够这个 美国喝一壶的 我跟你讲 现在已经不是过去了 就老拜登厉害 我跟你讲 这几年的布局 了不起 真的 你别看川普 他那些人都批评他 川普又川普特长 川普 这个人是个人魅力 人是团队精神 你别看老拜登 有了算周板 讲讲话 随时也随时也 还要找不到北 那不要紧 年纪大了吧 无所谓 你关键是发挥 机体的力量 团队的力量 这个 这个不厉害 海纳白川 祭祀广义 那么这篇文章讲 在日本的 去日本的途中 就是这个乌克兰总统 周五顺道到 沙特阿拉伯 你看这个 曾利斯基金比多 充沛 这个领导人 了不起啊 他说 在阿拉伯 阿盟峰会上演说 乌克兰 为什么要 抗额到底 他争取 尽可能多的人 团结在一起 支持他 说目前的国际局势 对乌克兰是有利的 星期五呢 泽林斯基获得 一个重大突破 美国总统拜托 打破沉默 决定允许他 向他提供 就是要求已久的 就是F16战斗 先进战斗机 今天又承诺 说不打 俄罗斯本土 就普京一看 哎呦 你说怎么办 说你要想 现在就开始 想着拿加班舌 再打也没有市场了 不打就在等了死 等老习自助他 老习又不敢 是不是 老习正在西安 这个领个老不穷得色 你就想击坏了 这两个人 是吧 这篇文章说 他澳大利亚的 退役陆军少将 瑞克认为 他就一般来 美国自己采访 前任的军头 他认为这是一个 极其重要的决定 因为这些西方战机 不仅与俄罗斯战机 旗鼓相当 甚至技术上高出一筹 就空游就来了 将使得俄罗斯在乌克兰 发动空中攻势更加困难了 说美国现在呢 明确支持 这个盟国共同培训 这个飞行员的计划 因为这个培训的半年 还早了呢 他说 这将是一个持续数月的 相当长的期待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沙利文说呢 在这一阶段里 西方将决定向乌克兰 交付战机的日期数量 以及明确提供战机的国家 他是集体一起帮助他 他因为他有些机器 飞机已经卖出去 卖出去内国家 也给乌克兰 他说七国集团照旧 敦促北京向俄罗斯施加压力 使其停止军事军队 并立即完全无条件撤出 在俄罗斯境内的俄罗斯军队 现在普京面临的是什么 就撤了以后他心想 我要如果宣布 这个特别军事行动 结束了 丢点脸 但是他审判我怎么办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审判就是萨达姆了 我估计就去吊死他了 这可是大事 不是个小事 我跟你讲 接下来 那为什么泽林斯基跑到荷兰海牙去 是不是 那目的 人一步步期都给他准备好了 西方国家心知肚明 北京冷暖是莫斯科最新近的盟友 直接为对俄罗斯侵略进行谴责 就是西平这个脚拔不出来 完蛋了 因为拔出来以后 他就证明他崩盘 他的形象 就彻底就完了 党内就给他整起去了 他就做对立派的牢了 是吧 他只有一头拱进去 继续这个顽抗到底 最后再一起和普京捆在一起 两个人 哥兄弟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立即做出反应 谴责七国集团领袖 企图牵制俄罗斯和中国 北京的反应也不迟 北京以外交部发言人的名义 针对G7公告表达 强烈不满 坚言反对 有什么用 他知道人家长大 其实这些人都在一起商量 怎么玩 他一步步玩 说是G7集团在公告中 对中国把贸易当武器 胁迫他国 以及对其在台湾 新疆 西藏 香港 南海 一系列问题上进行批评 就对他算总账了 说七国集团领导人 在广岛这周 1945年遭美国原子弹轰炸 最终变成和平象征的城市里 重申 反对中国在亚太地区 军事化 七国明确指出 中国对南中国海 广泛的领土声索和扩张 没有法律 在台湾问题 问题上 G7集团 重申和平 结与台湾的关系 他说 不过七国集团人 希望与中国的关系 具有建设性稳定的关系 强调与亚洲巨人 进行坦率 对话的重要性 七国还表示 不预送我脱钩 但要去风险 这真是老拜登的谋略 就是稳住他 让他存在的甜头 不走偏 有些人走偏还麻烦 到最后 时刻再玩他 就是 这次做的 应该是对的 打的绝对有策略 实在是厉害 这怎么能不脱钩 一定是往这方向发展 习近平的如意扇盘 你不给我脱钩 完了我是自娱自乐 我搞国内大市场 说计划经济 然后呢 我就是什么 我就拉长 冷战这个世界 然后我把我儿子扶着上 我儿子不能颠覆我 他打这个如意算盘 海三维也给我了 因为俄罗斯没有办法 就把他给我了 我不是可以继续搞贸易吗 是吧 这个算盘啊 别打了 我跟你讲 愚蠢的 就已经是可爱了 不是可笑 是不是 滑稽的可笑 你想这这个局势 是什么局势 这个局势就是 共产极权统治 灭亡前的局势了 叫威权统治 和这专制统治 和这民主制度 大决战 从这个香港反送中开始 我再讲一遍 以前就五十天不变 啥意思啊 就是你民主政治 不往前走一步 威权也不往前走一步 咱们之间呢 就是君子好商量 是吧 说话选手 在那停着 让后代来解决 结果西平不知两立 头创墙啊 给了香港人认为 是拿回来的 还想进一步拿台湾 结果美国一看看 明白了 才有这么大一系列的动作 美国终于明白了 必须保护台湾 这不是台湾问题 这是自由世界最后的 这个大决战啊 决战就在眼前了 而呢 俄乌战争是前车之间 大家都看到了 现在美国自由社会 给掌握的武器 原来胜过什么威权社会的武器 所以他肯定要失败啊 失败只是他怎么玩它 因为美国想的 怎么能让中国人民 附属尽可能少的代价 尽量不发动战争 颜色革命也行啊 就颠覆他 我认为这一天已经到来了 这篇文章最后讲啊 他说七国集团 峰会上发表的公告啊 是与中国关系紧张的 美国等国 与强调避免对抗气氛的 欧盟助国谈判的结果 说七国集团 希望供应链多元化 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这就是在经济上 给它附地抽薪了 就让它镇压老百姓没有钱 然后老百姓起来造反 并警告任何邪惑性手段 将面临后果 显然这一步点名的警告 针对着中国 就是给习近平这样讲 留下的时间不多了 好 谢谢 再见